在全国各地,各种包走足,夜跑者,乘跑者,百公里运动爱好者愈发平线,对于大家健身日益高涨的热情,感到欣慰的同时,也要提醒各位跑步爱好者,一定要注意安全,享受健康同时,可别让自己受伤。 跑步是一项很有效,很长远,也很简单的健身运动,通过跑步,我们可以让自己瘦下去,身体变得更加匀称协调,改善都是常见的小疾病,如腰肩盘突出,顶部酸痛和肩膀疼痛,那些长期半公久坐而形成的小肚子,也会渐渐消下去。 不少人觉得跑步,只会让四肢合去改变的有形有力,但是其实跑步,还能让我们皮肤变得更好,红嫩光环还透亮,跑步可以增加细胞含氧量,提高皮肤抗氧化能力,长期跑步的人的肤质,很明显可以感知到他们身体是健康的红润。 不用化妆,活力的气息都可以迎面孵了,跑步除了让我们保持身材,让皮肤始终保持年轻,同时也能让我们隐藏在皮肤之内的骨头,变得更加坚韧。 许多人跑步之后,体重会增加,除了他们常见以为的是脂肪变成肌肉外,其实跑步还能增加我们骨密度,让狗头更重。 同时跑步加之前之后的热身拉伸运动,也会让韧带和组织更有弹性。 除了改变肤色,提高皮肤抗氧化等这些外表能感受到的之外,以及内在肌肉、组织、骨头、韧带提升变得健康有力量之外,跑步给自身的改变还有气质和情绪。 经常跑步的人,可以明显感到此人更有气质、自信、开朗、阳光活力,同时也会觉得此人更加靠谱。 甜意识比显性意识更加可靠,是因为在甜意识理念,虽然我们贵为万物之灵,但是古老的记忆就会影响到我们。 一个常常健身跑步的人,觉得他靠谱是因为自然或出门荒棉带,只有力量,才是一切的象征。 能跑,也往往以为这此人基因优秀,异性也会更为青睐,跑步还能让自己心绪平和,更容易被大家接受,相信大家关注周边。 那些跑步的人,往往社交能力较强,因为他们抗压性更大,同时也会更有耐心去聆听他人说话。 加上跑步,也是种谋略,对于他们而言,与人打交道,不过也是一种休息或者简单的锻炼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